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个就是清潮保洁 主要是保证仓内的卫生环境 然后另外一个公厕方面 还包括它后面区的粪便处理 在垃圾转移方面 主要是他们所谓 每天产生的垃圾日常日清 然后转移到紫禁的场所进行处理 这些垃圾 环卫的这些工人 他们收得及时吗 及时 及时 特别很好 很好啊 卫生清理得很好 那个厕所里面都坐得好 刚开始没有到位 现在都到位了 现在还要洗澡了 我们操作使用的医疗器材也好 医疗设备也好 或者是耗材也好 是我们护士 负责使用和负责收集的 然后病房当中的话 如果有病人使用的 比如说他咳嗽出来的痰 他是咳嗽的时候 我们要求他用纸包住的 包住之后 再放到另外的一个垃圾桶里面 这个是属于带有 传染性的污染物的 所以说和他其他的生活垃圾 是七分开的 其他的有可能他一天整一次 但是他咳出来痰呢 比如说比较量多的话 半个小时就会一次 传染性的污染 多长期间 现在写那是我们好 词两个小时就会 还有这种? 真的很东险